中兴被黑豹棋持续热战 第三度参战 以社团性质为主的大荣中学 碰上去年打进32强的台南海市 推派出队长陈伟杰挂帅先发 但是他开赛控球不稳 坏球率偏高 频频让对手站上累包 加上捕手黄伯翰 不停出现捕役的情况 让南海在第一局就灌进10分 就算大荣这边在2局上半更换捕手 不过南海打线开启安打模式 棒棒相连到天边 加上大荣自身的守备失误 两局打完 谈南海市取得16比0的遥遥领先 三局上半大荣换上曾玉轩接替投球 虽然他又马上丢掉2分 但是两人出局之后 他成功K掉第四棒的南海队长林从成 送出这场比赛全队的第一个三阵 而且下半局队友苏文宏 也随即敲出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 让全队上下都嗨到不行 虽然大荣中学这个半局仍旧无功而返 最后也在四局打完以0比22输球 但相信他们已经获得满满收获 至于过去曾经两度闯进64强的磐石高中 今天则是要交手桃园市的中大力中 磐石这边在开赛就火力全开 机关枪打线一支接着一支 在一局上半攻下5分 前三局打完取得8比0的领先优势 比赛到了四局下半 中大力中靠着对手连续两次失误 加上保送在无人出局的状况下 攻占蛮累 随后第五棒的红炎凯 一棒把小白球送向左外野 这球刚刚好越过外野手的手套 中大力中首开记录 之后黄家祥再急出右边方向的滚地球 一垒手接球出现瑕疵 队友成功跑回球队第二分 但是他们很可惜 在六七两局又被对手灌进8分 最后磐石高中 就在七局打完以16比2提前胜出 队史第三度闯进64强 YTU新闻综合报导